新鮮溫體牛淋上高湯 是遊客到臺南必吃的美食之一 但現在牛肉湯業者卻開始擔心 明年價格可能會漲到消費者動不掉 因為紐西蘭牛乳即將在二零二五年 全面零關稅進口臺灣 身為本土乳牛產量低的臺南 研究議員提出可能對在地 落農及牛肉湯產業帶來衝擊 有些人大量傾銷進來的 這個狀況之下 衝擊的落農業養牛的這個產業 會越來越少 那我們之後吃了牛肉湯 它就有可能變成是精品 根據農業部統計 一百一十二年全台飼養牛隻 有十五萬六千多頭 其中乳牛佔了將近七成 而臺南目前正在飼養的乳牛 數量約兩萬一千多頭 數量比起去年減少了 八百四三頭牛 現在要開放進口牛乳 落農業者 這個衝擊力很大很大 就是有些落農已經開始離落了 因為成本上人事上 各方面的打擊真的很大 不僅擔心價格受衝擊 更擔心若需求量減少 牛乳量被迫減產 到時候將面臨撲殺乳牛 縮小規模 不過有業者老神在在認為溫體牛肉 有一定市場 不一定會受到影響 牛市的牛乳進口會不會影響 還不知道 不過對於產業面的擔憂 農業局表示有跟中央討論配套 除了將乳品做出區隔之外 也要確保性有落農產業的保值保價 協助臺灣落農設備升級 要將衝擊降到最低 TBS新聞顧守昌台南報導 想看最完整的新聞內容 記得下載TVBS新聞網APP